下一位 更厉害了 下一位就是追着忽兰跑 非要觉得忽兰是他眼中真男人的周奇墨 有请 跟忽兰比的话 我的劣势就是观众就不太认识我 但是优势就是我感觉我个人发挥一般比较稳定 周老板是属于实力品质那种 他的每一场都不弱 周奇墨更有优势 忽兰现在应该比较有压力吧 他的内容上肯定是比我们所有人都会游刃游刃 忽兰后面很炸 你得尽力去抛开那个影响 不能说前面人炸了 你就觉得完了完了 还是正常表演自己 我觉得这次段子应该不错 争取晋级或待定争一个 争取不备好 大家好 我叫周奇墨 谢谢 今天聊一聊孩子吧 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小孩真的特别的辛苦 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你们知道现在最新兴的一个少儿培训项目是什么吗 特别火 编程 编程 对 少儿编程 六岁的孩子就让你去学编程 我在想六岁的孩子学编程 不会很困惑 学完以后回到家 爸 妈 你们让我学的这是啥呀 一把一把掉头发呀 这是啥 我牙还没换完呢 头发就没了 再说我想穿小熊的衣服 我不想穿格子的呀 天天都是格子的 我不想穿格子的 但其实我理解每一代人小的时候都不容易 比如我这一代人小的时候 男在哪呢 就是你在学校 如果你成绩好 你不能表现得高兴 怕别人觉得你骄傲 反正我当时是这样 如果老师在前面宣布成绩 说 这次咱班期末考试 第一名 我在下面说 说 周期末 我的眉头立刻会皱起来 那个表情就是 为什么会是我 然后这个时候呢 班级里那几个学习好的学生 会向你投来那种 鼓励而仇恨的微笑 这个时候一定要跟他们眼神交流一下 小声交流一下 对吧 一定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最后一提瞎写的 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你啊 肯定是 肯定是你啊 我不知道 算错了 周期末上来拿卷子 去了去了去了 谢谢老师 怎么搞的这次 是 这一定要特别的虚伪 因为你一定要做老师心目中那个谦虚的孩子 因为在学校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师一手控制 一手指挥的 连合唱也是 你们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怎么合唱吗 大家站着一排一排的 老师站那指挥 唱送别 好 预备 操行 预备 唱完以后老师还要夸 看这群小天使多可爱啊 天使啥啊天使 谁家小天使颈椎这么不好 读课文的时候也是 一定要齐读 好好的一篇课文 一齐读就变成那个样子 预备 齐 秋天到了 叶子黄了 一群大雁 往南飞 他们一会排成一个一字 一会排成一个人字 你发现没有 你在哪儿停顿 完全不取决一标点符号 就取决于你这口气 还有多长 每天成读 我们都有同学缺氧的 读着读着 我怕是排不成一字了 你们排吧 还有写作文 一定要大家写得有文采 很多同学不知道 作文怎么才能更有文采 所以呢 就会编一些名人名言 然后安在鲁迅 弗兰克林 艾迪生这样的人头上 关键你编完以后 交上去 老师批的时候 他也很懵 他也不敢确定这句话 是不是这个人说的 批着批着 我确实没有读过 富兰克林的作品 但是多个朋友 多条路 是不是有点太社会了 富兰克林是这种人吗 再往下看两行 艾迪生也说过 少个敌人少赌墙 绝对是扯是吧 帘都对照对帘了 富兰克林说 我给您出一上帘 艾迪生说您来了 当然在我的印象里 整个学生生涯 最难的不是什么作文 最难的是英语的听立体 因为你答所有的科目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对吧 只有答听立体的时候 必须按照他的节奏来 你的注意力会特别的集中 因为你知道 有些话一旦错过就不在 那个广播一想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Listen to the passage Th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Passage 1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说第一五天躺嘛 他别人来个家 叫零兩个饼 哪个饼 果汉 lettuce liquids 咬把手里抱的是什么 这儿还不拍灯啊 这四个人咋了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同学 就是听立题放完以后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心里在想 什么意思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一个没有啊 这不最后应该拍吗 为什么 这不没拍吗 整体上拍吗 周庆光就是 他需要他的东西在剧场 打磨过很多次 到他觉得舒适且优秀的程度 然后才会拿到电视屏幕上 才会拿到节目里来分享给大家 这个我是非常能理解的 但是前面的广志跟忽兰 讲了非常强的段子 然后整个的比赛的气氛也很紧张 然后在这个时候 周庆光你再去讲童年去世之中 就观众可能就觉得 是不是有点寡淡 是不是有点普通 是不是有点简单 我没太明白他为什么选了这一段 这个同真同去的感觉 因为他比赛是有比赛气氛的 你是全场九个人最后一个 可能他有他的考虑 他也许吧 这这都是后话 马后炮吧 也许人家 就是想用同真同去 打破你们前面那种紧张 也许会好 喜欢周启末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你现在可以拍吗 通道关闭 通道关闭 三二一 请锁票 我拍了 我拍了 我觉得老师肯定是厉害的人 因为他每一个条段 然后整个的表演节奏 都是感觉这是练过的 对不对 对 因为讲了很多遍 有点肌肉记忆了都 这事是这样的 就因为我一直没拍 到最后才拍的 因为我就把最后给您来个好 就是这一页子 然后前面没拍 是因为您不过神经病 然后因为没有那种 突然让我觉得这是什么 然后就是那种点 但是每一个地儿 我都觉得这都是应该是练家的 才能讲成这样的 所以我最后一定得给您个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丹 可以 突然间上一轮就是被 大丹总给影响了 我觉得我应该要求再高一点 你看看 就是他都没给忽兰投票 就是不 其实说句实话 就是我感觉 有什么怪别人 是他影响我不投的 我自己真实的感受 就是说 我觉得缺少了一点点热情 就是整个的这些 缺少了一点 passion 就是整个的这些东西 就感觉到是准备得很充分 但是我觉得脱口秀还是要有激情 要有情感 就是我希望能够被打动 但是我没有被打动 明白 那种直观的感觉 这事其实怪我 因为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说 就录节目跟我们平时做演出 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就我们平时 当我们录节目 就是要掉观众的胃口 然后留足悬念 然后让大家充满期待 死亡之族啊 非常厉害 又有后院厉害 但是我们所有人在线下演出过 都知道 我们其实主持是不能这么主持的 你是不能说 上面这个人是全世界最好笑的人 就是你这样把期待掉得太高 我觉得刚刚忽然也是吃了这个亏 怪你 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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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板也是吃了这个亏 那天天姐之前看过周老板的演出吗 我看过一些视频 还有上次看到她演出嘛 那天也看了她的那个第一期的节目 我觉得周老板就是活儿特别好的人 谢谢 但是就是我跟那个萌萌子的感受是一样的 少一个那种忽然让你就是兴奋起来的那个点 您就是太会了 就是刚才那姐们特别来劲 就是因为她就是 你感觉她根本不会 她就光机光机 乱全打她老师傅 就是那姐 对 您是老师傅 然后呢 就会让我觉得 应该敬重 就是那种 对 属于那种 要刺激点 就您声音也特别好听 然后表也特别到位 对 然后长得也挺好 就是因为完美 所以无聊 你们能够这个道理 最好不要那么完美 完美 就是漏洞百出 但是那些漏洞那些洞是您自个自个捅的 然后我觉得就会特别好玩 对 我现在回去就捅洞了 对 你让那边给你消火那个 然后漏洞弄在脸上 给你消一个消一个消一个 对对给我消一个 对 我觉得周老板跟护兰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哎没想到啊 就是老师傅面临面临一个王八权 对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最开始预测的应该你预测的也是他们两个人 感觉那个那个第一个上来的是给他们填血的是吧 就是那个 对 王八权王八权 对 结果好像他他他他都厉害 他非常棒我觉得 非常喜欢他 就是往往就是这样吧 首先大概我啊 就是把期待调得太高 大家会对他们要求就严格了 包括他和沪洞要求就严格 欲棒相争 其次人家何广确实表现得好